他四岁就开始发佛像 十岁的时候开始吃素 到十一岁的时候 他决定要出家了 他到了北印度 进了达兰沙拉汀经学院 从此展开了他的活学研究生养 现在他是达赖喇嘛的首席中文翻译 为达赖喇嘛把佛法传递到中文世界 他是蒋阳文青 今天的真情指数是蒋阳文青的故事 2001年春天 达赖喇嘛二度来台弘法 不仅佛教团体全力动员 一般民众也渴望能够轻点目睹他的风采 整整七天的奖金和灌顶法会 达赖喇嘛自情自信柔软自在的表现 令全神贯注的信众不不为之动容 而达赖精彩的奖金 蒋阳文青灵活缠绳的中文翻译功夫可诺 第一次担任首席翻译的他 富有情感的话语 直率活多的表达方式 大获幸重的好评 24岁的蒋阳文青 天秀的面孔浓眉大眼 稚气未脱 有时候会忍不住在台上哈哈大笑的他 在浮石沉浸的出家三种当中 格外的引人注目 达赖喇嘛到华人地区是红法的时候 他身边会出现一位华语的翻译 这位翻译是蒋阳文青 我现在手上拿了蒋阳文青所出的新书 自己的路勇赶得走 那很多人对蒋阳文青感兴趣 一方面因为他是有一个在台湾出生成长的背景 另外一方面他很年轻 而且他的翻译被很多在场听的人呢 是赞誉有加 好 蒋阳文青青年二十四岁 自己从来没有想认为过说 这个事情是因为家庭背景的关系 我从来没有想过 因为我要出家的这个意愿 是来自于我们个人的 也就是有一天在看连剧的时候 就是很突然的就跑出家的句话 也是要短短的半个小时里面 一直想要出家 就是不知道为什么 看连续剧的时候 对 你在看电视的时候 就是看电视的时候 电视上在演要出家的事吗 绝对不是 对 这个跟出家的念头 我移了就是想出家而已 他没有理由 而且呢半个小时里面 一直逼着我要讲出这句话 我的念头 我说你要出家 你要出家 你要出家 后来我就说出来 跟父母亲讲说 我要出家 是 后来这个说出来之后呢 这个念头完全会不见 讲完就没有了 讲完就没有了 在那个当下 所以如果说完了 爸爸妈妈没有继续促成这件事情的话 他们就 哦对 没有继续促成的话 那 你就不是在看电视了 对吗 那时我是一直在看电视 可是今天我会出家就不一定了 有很多跟你同样年龄的小朋友 如果在十一岁的时候提出说 我将来要当总统 或者说我要去当太空人的时候 大家也就是听一听而已 就爸爸妈妈并不会立刻着手进行 说安排他们去学太空人的教育 可是你 你为什么对于你十一岁提出来 要出家这件事情 这么认真 或者你的家人 为什么认真 应该讲说我的家人非常地认真 那我只是那个半个小时 你很认真 在那个时候 可是我父母亲 因为他们非常信仰佛教 他们是一个真正前程的佛教徒 他们可能真正体会到 出家的意义之大 所以如果觉得小孩子 能够让他出家 选择他自己要走的路的话 可能对我很有帮助吧 可是那时候我并不了解到 出家的意义是 如何 为什么出家 对 当你说出口说 我要出家的时候 你讲的是什么事情 就是出家这两字 那时候在你心里是 说实在也没什么 就是 我踢帮我而已 就穿着身符 你对于讲完人情感兴趣 是因为在一个 吃藏的这样一个 佛学教育体系里面 出现了从台湾去 而且这么小的年纪 就开始去学佛学的 这么一个奇特的背景 那 那大部分人是觉得说 好像你的出家人生 开始的太早了一点 所以因为我看你的书里面描述说 你小时候其实第一个 你很爱玩 功课不怎么样 然后你还说你热爱的快打旋风 我看你的小时候最爱玩的电动游戏 五六年级的时候 对 五六年级的时候 快打旋风里有一个角色是出家人 是吗 是不是都忘记了 所以那个没关系 可是 你玩快打旋风的时候 你感受到的乐趣 比方说 很暴力的 或者是在决斗的那个乐趣 血腥的场面 那个跟要说出口 说我要出家 这两件事情 好像很不相同 确实没有说 所以你那时候并不是一个 除了说你小时候就开始吃素 之外 你在一般的言行上 你完全没有用 佛教的方式来约束自己 对 在那个当下是这样 小时候 所以你吃素是为什么 吃素是因为父母亲 妈妈去打佛妻 那回来之后跟我讲说 成员你最好的话 能够吃素 但是小时候并不是很喜欢吃肉 所以我想说 好啊吃素就吃素啊 那我试试看 我去凭着一种 尝试这种心态 我想试试看而已 突然一试就试到现在了 有奖励吗 就是如果维持吃素 可以给你什么奖品 这没有 没有啊 可是 就是因为但是吃素之后 以佛法的一个角度来讲的话 可能叫做业障 禁除吧 还是什么 就不是很清楚了 那时候才想出家的 剑手精灵 这并不是我学佛的目标 我学佛的目标是要 成佛就是最终 最究竟的目标 那在这个成佛知道的时候 生起菩提心 就是我今世的目标 是 那菩提心就是爱一切友情 如果你父母亲都不爱的话 你要把其他的人 想成这是你父母亲 再去爱他 这不可能的事情 苏名黄春元的蒋阳元清 1977年出生在一个虔诚的佛教家庭 从小就有佛缘的他 国小五年级主动开始吃素 不久后就决定要出家 蒋阳元清这个另类的决定 获得双亲全力的支持 小学毕业后 父亲甚至放下工作 陪着他远渡重阳 到尼泊尔剔谱出家 经过征询多方意见之后 父亲决定让蒋阳元清 在达兰沙拉的汴京学院 学习藏文研究佛力 在书里看到 你爸爸送你去的日记上面有说 他在飞机上有看到 五座冰山以及彩虹的奇景 你在飞机上有 没有爸爸看到 我没有看到 所以你当时觉得 反正出国 就像一个十一二岁的人出国 兴奋的感觉是一样的 那你不载自己下去 我是知道 可是问题那时候 没有坐过飞机 所以坐飞机的那种兴趣 呃怎么讲 很强烈 演出的感觉 演出的所有其他的 我甚至也知道说 阿嬷外婆她在哭 那妈妈她 就是眼望都有泪水 我这个也看到了 也知道了 可是那时候 那个感觉就产生不起来 因为我一直想要 急着坐飞机 就这样子 你去尼泊尔根 去印度 是爸爸一直陪着去的 所以那时候 你有了解爸妈 是做了什么样子的安排 然后是爸爸带你去吗 其实也并不是很清楚 然后我是长大之后才了解 嗯哼 才知道 所以爸一路陪着你的时候 你其实觉得 没有什么孤立的感觉 是他会 他离开你之后 他跟我讲说 要离开的时候就有了 嗯哼 他跟我讲的时候说 我唯一礼拜之后还离开 那时候就开始数满头了 哈哈哈 你就觉得很恐怖 哈哈哈 觉得很恐怖 你没有要求他留久一点吗 没有 没有什么样 你想说是一个 好强的人 就是哭也不可以被看到 然后打也不讲 呃 其实内心是很脆弱的 可是老看起来是很强的啊 只是哭不想让别人看到这样 嗯哼 那时候记得去 嗯 打完要离开 已经 确定了 嗯 记着车 停在我们学校大门的前面 嗯 但是 我还记得是白色的 嗯 那种像金龟车的 那帮我把行李 然后放在那个车厢后面的时候 差不多快要进去了 门打开 车门打开 我已经跑了 哈哈哈 可能忍不住吧 哈哈哈 哭着跑 这样子 嗯 不是先哭后跑 而是先跑后哭 哈哈哈 你认为他会 上来 对 追你 然后说 我再留久一点吗 我觉得有那么可 不会 我也不是会这样的关系 而跑走 对啊 我是因为 就是忍不住的关系 跑走 你不会让你爸爸看他哭 对啊 可能是 可是你一跑久之后 他就上车走了 我就 就先跟他讲掰了 就走了 这样 然后你就一个人了 对啊 后来就会躲在杯窝里面 哈哈哈 那 哭了多久 不知道 我是哭睡着的 那天晚上 好 可是接下来没有继续 每天哭 四天 很难过四天 对啊 你书里面提了好几次说 你爸都没有留照片下来 意思是说 你当时很希望有一张 你可以看的照片 是不是 你害怕 为什么没有安排 不可以吗 有无所谓 有无所谓没有特意的安排啊 就是 就是有时候就是没有 这样子 呵呵呵 出家人可以 一直拿着一张 以前家里的人的照片 因为没有说一直拿着一张 就是把他 现在有全家福的照片 啊 我就把他放在我的那个 贴在那个柜子 嗯 就前面照片 所以你爸爸特别留了一本日记给你 是他当初写的时候就想好 要勉励你提醒你一些事情了 是写给你看的日记 对 嗯 那时候就留着 可是那里面的话就都是要叫你要一直好好 要修行啊学佛这些事情吗 有时候一些鼓励 嗯 鼓励的话这样子 哦 然后今天发生什么事情啊 日记 就是一般日记而已 这样 所以那本日就是陪你一直到 他们下一次去印度探望你 嗯 为止 对 没错 所以每一次 每一年他们来探望你多久 但是每一年的 1月到3月份之前 或是12月到3月份之前 差不多到那个时候 但是早期他们每一年来看我一次 那之后呢 我就来台湾嘛 每一年看他们一次才 所以你一出家之后就 能够立刻了解到你跟家人的关系 的改变吗 其实也没什么改变呢 只是一个出家身份而已 所以你还去叫你父亲母亲 叫爸爸妈妈 对 我还是叫爸爸妈妈 我觉得用不着刻意的去 变说 如果爸爸的暑假名叫黄东龙的话 我觉得不用刻意叫黄军师之类 我觉得这没有用 哦 那只是一个 呃 称呼上一种改变而已 嗯 如果要改的话 以一个佛学角度 要改的话 嗯 应该改对于父亲的一种贪着 亲人的一种贪念 嗯 这个要改的话 应该改这个 就称呼这个改无所谓 如果 任性没有改 只改那个 外表上的一种称呼 我觉得这没有用 嗯 那以目前我的状况为止 这个亲情我还没有办法完全的放弃 嗯 可是我有办法让他淡化 嗯 那这种的淡化是来自于转移 也就是说 不止他们是我的父母亲而已 其实在场的每一位 我看到的每一个人 都是我前世的父母亲 嗯 以这种方式去转移他的 嗯 让这种的亲情淡化 可是没有办法完全的放弃 嗯 你没有办法像 嗯 爱父母亲一样去爱其他人 真的好像没有办法 当然 因为我现在程度不够 如果菩提心 只这种观修 爱心的这种观修 每一天做 嗯 坚持的去做的话 诶 我相信有一天我真的可以做到 是 这是一定可以的 你怎么面对自己 其实对亲情没有打算 全部割舍的这一个状况 就是你认为反正慢慢的 你的修行到了 我觉得这不是我的目标 嗯 我觉得割舍亲情 这并不是我学佛的目标 嗯 我学佛的目标是要 成佛这是最终 最究竟的目标 那在这个成佛知道的时候 生起菩提心 这是我今世的目标 是 那菩提心就是爱一切友情 如果你父母亲都不爱的话 你要把其他的人 想成这是你父母亲 再去爱他 这不可能的事情 因为你根本爱的基础都没有 如果你的父母亲都不爱的话 你怎么可能爱前世的父母亲 嗯 所以我觉得割舍亲情 这不是我今世的目标 但是过分的 强烈的亲情 它会影响到 你没有办法去接受别人 嗯 这有危险 是 我打架我从小没有过 我从小暴力形象 可是长大 三四年之后就没有打架过 哈哈哈 后来就没有了 因为被人打过 为什么 不知道 可能 我在给钱的时候 这个宝宝妈没有听过 那我在给钱的时候 有些人觉得我给钱的方式 可能有点太那个 怎么讲 太 好像觉得很有钱 对 因为他都没有 对 我 都没有 让他可以好好的学习 藏文一方面就不要做一些繁杂的事情 那这样子的对待也使得他的同学 有一些人会觉得有反感 就跟着你书里面描述 反正你跟你那个另外一个台湾去的小孩子同学 两个人都是十一二岁 然后都很吵 就是跑来跑去打闹这一类 然后用国语再叫喊是这样吗 其实不是的 就是我妈很喜欢玩那种 懂迷藏还是什么等等的 然后那学校也并不是说很大那时候 小小的 还有那些 就是说隔音色别并不是很好 所以我们就在追前面那一个人 大概三个人在后面追 一个人在前面跑这样 那有时候我跑 然后让他们追我这样子 还跑来跑去的 所以觉得那些学长呢 他们觉得他很烦 我们叫很大声 笑啊什么等等 可是那也不一定是你 对不对 就是我们四个人 只要是小朋友都会这样子啊 对啊 那你那些入学的时候的同学 都是比你年长的吗 对 几乎都是 几乎都是 我虽然我们同班里面最年轻的 那阿王就是比较年轻的 阿王我们差几个月而已 其他的当地的同学都是从西藏 自己流亡到北印度去的 也不一定 有很多是来自于西藏 嗯哼 逃难到那个印度去的 嗯哼 那有很多是来自于尼泊 嗯 还有印度本身 嗯哼 那还有一个英国学生 嗯 因为四十多岁的 所以有人告诉你 汉人在藏人中间的处境 可能会被排挤吗 是 如果直接跟我讲的话 嗯 那他一定是一种很直接的一个方式 嗯 嗯 我也不知道他是怎么说啊 总而言之 我相信 如果我听得懂 他说什么的话 我会很受不了 因为他直接跟我说 嗯 所以那时候校长可能 之前已经 顾虑到这样一个问题 嗯 所以已经跟学生宣布说 不能直接跟我说 你是汉人 你是什么 你是什么 嗯 所以大家就 背后整 因为不能当面说的是 如果当面说的话 可能就会被受惩罚 或者什么 嗯 可是我看你学生 这边被诊的这些方法 呃 我不知道 就一个小学 那个年龄的人来看 是不是非常的严重 比方被同学 伸脚半倒啊 这一类是还好 是吗 嗯 还好啦 说实话的 可是 就像 有一次 有一个学生 又来到我房间 他因为答案老公 每一个月都会给我一些零食 嗯 像巧克力蛋糕之类的 说不定答案老公也听到 这样一个消息 或者是他已经知道了 我被 嗯 一些少数的同学欺负 还是什么 嗯 所以为了要排除这些 种种的 不需要的这种障碍 所以大家他们会直接派人 从皇宫送 一些礼物 食物给我们吃 嗯 我会熬到这两个人 嗯 那我们两个分配就吃 台湾去了两个小朋友 对 就是我们两个人 嗯 那我会把 我得到的这份食物 首先先给我的老师 那之后呢 再给我们的同班同学 那甚至我会刻意的 跑到他们房间去送 所以造成一些少数的同学不满意 嗯 你还有必要可以来我房间 好像来炫耀 这是第一个 哦 那第二个 嗯 有一些同学来到我房间的时候 嗯 如果我看到这一个 呃 达亚喇妈送来的这些食物 如果剩余的话 嗯 我很主动的 其实我 并没有说想要特别的炫耀 其实绝对不是 因为达亚喇妈送来的东西 以西藏男的观念来讲的话 我们认为 这是一种加持 因为是观世音符在给的 是 所以我认为这是一种加持 我只是凭着这种的理念 我只是想 给他一个加持物而已 就是如此单纯的 可是呢 对方就跟我讲说 今天起于起好 嗯 那是不是每一个月都有给你 嗯 如果是的话 下一个月在同一个时间 如果没有给你的话 你瞧着看一下 嗯哼 被吓到了 他们这样讲的意思就是说 是你自己在演戏 就是买一些食物来 假装是达亚喇妈 可能吧 嗯哼 可是这件事情 也并没有说到那么严重 嗯 因为其实 达亚喇妈皇宫有人送给我 嗯 那他们 确实有少数人已经看到 真的有人给我这些的礼物 和食物等等 嗯 所以我想下面的人 肯定也会在传吧 嗯 所以这个绝对不是 自己演的一套戏就對了 可是如果我是你同学的话 我可能会更 也有可能会跟你一样 就是 你每个月都可以收到 皇宫送来的礼物 而且还拿出送来的礼物 很好吃 像拍马屁一样 没办法 怎么办 我想就是个人意乐的问题吧 嗯 因为每一个人做什么事情 一定会有人说好话 也有人说坏话的 嗯哼 我觉得没人做什么事情都是一样 那自己是绝对 欺瞒不了自己的 嗯 自己绝对骗不过自己嘛 只要觉得 自己是做得正的 正当的 你没有做错的话 我觉得 这才最主要的力量 嗯哼 所以那时候在 藏人同学当中 绝大多数的藏人同学 还是 平等对待 平等 平等 对我非常好 所以整理你的立场 那时候这个对你有很 困惑吗 有啊 嗯 就是有啊 那其实对我最大的一种困扰 就是 挑拨离间 嗯哼 我和好朋友之间的挑拨离间 是 因为在人生地露仇的地方 没有亲人的环境下 你 最可依赖的 就是 朋友还有市长 嗯 这就最 就这两个对象而已 我依赖唯一的 这两个对象 嗯哼 那当然市长是绝对没话说 那 像朋友来讲的话 跳拨离间 那就很痛苦很痛苦 一个很好的一个朋友 嗯 就是他们在后面一直说坏话这样子 在背后不知道说些什么 总而言之 那时候就觉得 受不了那种打击 嗯哼 我是那时候在 跑到大昭市 另外一个寺院 就在我们上面而已 那跑到那边就哭过 所以你特别跑到别的庙去哭 免得被同学看到你 在哭是这样吗 对 其实我跑到那边哭 最主要是 就是因为我怕被看到 我想可能是这样子吧 我想可能是这样子吧 那你的另外被看到了 还是被看到了 还是被看到了吗 会被看到了 他就被鼓励了 如果你是西藏人的话 嗯 可是鼓励你的是 你们学校的市长 哦学长 学长 哦 另外一个台湾去的同学 没有像你一样 觉得被鼓励吗 他比我坚强多了 真的 真的 那 你没有讨论过这件事吗 没有 为什么不 你们两个是处于同一个处境 不是吗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不 嗯 可能 因为他小时候时常 我确实在杂西阿旺 这一位台湾小孩 是 小时候并没有 那么好 没有那么好 我们只是在台湾认识 两三天之后 就去印度了 嗯 可是你难道不会有 我强烈地想要讲国语 有啊 冤枉就得跟他讲啊 不知道要跟谁讲 有啊 我有跟他讲啊 可是这方面我没有跟他讲 哦 这方面的事情我没有跟他讲 所以你觉得他都没有被诊到 因为没有听到 我想应该有被诊到 嗯哼 可是我没有听到他哭过 所以他比我坚强多了 就是这样的原因 或者他哭没有被看到 那就不知道 所以你被学长一鼓励说 如果站在藏人的处境想的话 就能够理解他们对汉人的这种 呃排斥 他这样讲你就 恢复啦 其实我有尝试的想过 嗯哼 在想的 以理智下 理智的时候 我可以控制自己的情绪 嗯哼 当然我还是没有办法 我情绪还是会产生 可是为什么我那时候 并没有要求父母亲 说我要回台湾的原因 是因为 怕他们担心 怕他们担心我现在到底怎么样 嗯哼哼 如果那时候我讲说我要回台湾的话 我想想 今天我 对啊 就在台湾就不会像现在一样了吧 如果那时候说要回台湾 我相信父母亲应该会带我回去吧 是啊 除了这件事之外 没有别的事情 使你当时会想要回台湾 其实我从来没有说想要回到台湾 嗯哼 就是 我不想在那边学习 放弃那边的学习 是 我从来没有想过 嗯 我在那时候如果这样讲的话 我相信他们会带我回来台湾的意思 那你在学校也不跟张仁的同学打架吗 我打架我从来没有过 我从小暴力倾向 可是长大 三四年之后就没有打架过 后来就没有了 因为被人打过 为什么 不知道可能 我在给钱的时候 这个宝宝妈没有听过 我在给钱的时候 有些人觉得我给钱的方式 其实可能有一点太那个 怎么讲 太 好像觉得很有钱的 大小笔 对 可能 可能有那种感觉吧 他就是看起来很不顺眼 嗯 他就一巴掌就这样过来了 是被你给钱的人吗 不是 就是在旁边看我给钱 哦 站在一个人 是学校的同学吗 是西藏人 哦 所以你 你后来有 学会节制吗 就是给钱的时候要显得很 其实 我也没有说特别的解释 我还是老样子 嗯 我觉得这是他看法的不对 因为 我自己欺骗不了自己了 嗯哼 说实在来的 也不能笑太大声 你常常笑很大声 我觉得我不会自带一点好 那么就说 你没有 你没有被老师骂过吗 老师也跟我 要笑很大声 哈哈哈哈 席门而入的神秘色彩 这通常是一般人对喇嘛生活的印象 而蒋恩人情就读的汴京学院 同样以宗教信仰为最高指导原则 但是紧络密鼓的起居和课程安排 多了一份做研究的学术气息 从清晨起床开始 除了用餐时间外 汴京学院的学生们就是不断的背诵经典 研究西藏的文化历史 为了和世界接轨 还得要学习英文 一般学生可以回家休息的时候 却还要与同学辩论直到深夜 即使每天过着如此劳心伤神的生活 蒋恩人情却十年如一日 始终甘之如頤 华人有越来越多的青少年 他们在不同的文化背景里面 受到成长的教育 可是不管再怎么样的多氧化 都很少有人像蒋恩人情一样 是在一个北印度的藏传佛教的 一个学习体系里面成长 那这也就表示说 很多人其实没有办法想像 一个十三岁的小孩 在这个环境里面 是怎么样度过他的一天的 包括 我看书里描述说 你的一天的三餐早餐是一个印度饼 加一杯茶 酸饼 酸的 就是早期 那现在比较好一点 是怎样就是加一张饼吗 没有那么大 大概跟这个盘子一样大吧 这样盘子大了一个酸饼 然后夹东西吃吗 没有 其实什么东西 就是饼 还有那个酥油茶 一个饼跟酥油茶 就是这样子 然后饼吃下去的时候 你会觉得酸酸酸 好酸好酸 一直酸到胃里面 吃酸的可能胃口就会很好 就后面都没有东西吃了 我是很不喜欢那种酸味 可是你跟这个酸饼相处了 蛮久的 所以这个每天早上都吃这个啊 早期的时候是这样子 那我会 有时候会多加一些鸡蛋 你为什么会有鸡蛋 煎蛋 就是买啊 简单 又是用鸡油钱去买 那你同学就没有啊 对 有一些没有 那有时候他们 也会那个啊 存钱 因为我们学校每个月 给45块卢比的 那个鸡油钱 那有些同学会存钱 那其实他们很可怜啊 他们都是用那些去买牙膏 牙刷啊 什么肥皂之类的 所以他们这一买的话 就没什么钱了 可是书里面你有一次讲说 你很想吃糖果 结果去 去把从你的这个存款中 要了200块的卢比来买糖果 没有错 所以你还是会有这种 平民崩溃边缘的 我不想糖果算不算一个 你对于台湾的思念啊 可是 对啊 那时候我真的是很无奈 因为那时候没有钱 我还记得会会找五毛钱 我翻了好久好久 我棉被啊 床垫啊 什么都翻 我是去每一个衣服的口袋都翻 为了买糖果啊 对我那时候很小 但是我大概十三十三岁左右 十三还是十二岁左右 你的虚里面讲 你爸爸留了七百卢比 对那是第一次 爸爸去那边 留七百卢比给我 对啊 那我就喝可乐买泡面啊 什么等等 马上就试完了 七百块很快就用完了 很快啊 真的很快 一个泡面大概 那时候是五块钱吧 可乐大概也是五块钱 那你上下可以喝多少可乐 就这样子 你的同学都像 就这样听起来 你的同学如果都没有钱 买泡面跟可乐 他们当然会觉得你 很挥霍啊 是不是 对说不定 现在 你提的刚刚好 嗯 确实是这样子的 我可能那时候也没有 顾虑到那么多 嗯 可能我花的钱 比他们花的还要来得凶吧 嗯 我听说在很早期的时候 他们一个水桶 都要借来借去 然后借着用 嗯 没有说每一个人 都有自己的钱 去买水桶 是 足够的钱去买水桶 是 所以各外地来的小孩 不要做苦工 有零用钱 可以买泡面跟可乐 然后每个月 还有达乱妈妈 乘皇宫 送来的巧克力蛋糕 这听起来很惹人烟 对啊 确实是这样子 现在想起来的话说 我更没有理由要怪他们 是 真的是更没有理由 所以等于七百奥里花光以后 你就没有钱再买可乐跟他们 有后来我就跟他们讨论 哈哈哈 就是把济放在那边的一些钱 对 你最大的花费都是 零食 那时候小时候最大花费是零食 嗯 没有错 所以这还是不足以构成 你想要脱离 那个生活 嗯 我从来没有说想要脱离那边的生活 嗯 因为我觉得 虽然我可能 并不一定像平常人 很普通人一样 过什么花花绿绿的生活 可是我觉得在我的那个生活 我觉得我很满足 嗯 我何必要跟别人一样过那种的生活 因为我已经很快乐了 所以我已经很快乐了 所以我已经很快乐了 所以我们就走到 很好 达安沙拉城去 嗯 叫Mekloat Gorge 嗯 那你们学校早期做豆腐跟花生酱 芝麻酱 这个是职日生才要做的 一般学生不用做是吧 一般学生没有 我们会轮 那会轮到 嗯 然后就是每一班的学生都会轮到这样子 那刚开始我们算是 不需要担任这种工作的一个学生 嗯 因为我们是来自于外国的 嗯 那校长会 就是那时候校长认为 嗯 我们做这些就是 比较苦的这种工作 怕我们受不了 嗯 因为在台湾毕竟我们生活会比较富裕嘛 所以怕我们受不了 所以那时候没有让我们担任这些的招务 嗯 那后来我是跟房 不是跟校长要求 嗯 让我们当知识生 对不对 对不对 还好 说实在 也不会算苦到哪里了 嗯 看个人嘛 看个人怎么想 说实在危险也算很危险 因为它是很大的锅子 嗯 因为你要煮那个 黄豆 它会拿去搅拌 嗯 它变成一团一团的这样子 那你要放在那个热水里面 嗯 豆浆 那豆浆之后呢 你要用麻布 再慢慢的做成豆腐 嗯 所以在那一个那么大的锅子里面 我们要装很多的 都用水进去 嗯 滚 又开水要煮开嘛 那有时候呢 我们要抬起那个锅子的时候 你要站在那个锅子上面 所以一不小心翻倒掉下去的话 那就是很麻烦 嗯 有没有你带下去过 有人被烫上过 嗯哼 那爸爸妈妈妈听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 他们是很那个的 可是我觉得很好玩 嗯 你跟校长要求一定要做直升 是因为你感觉到同学 很嫉妒你们不用做吗 嗯 其实一方面也是来自于鼓励了 嗯 父母亲的鼓励 还有日常法师 也行了谈到那位法师 在书中里面谈到那位 嗯 因为成为另类的话 很难跟他们处在一起 是 变经是藏传佛教中 读数一格的一种学习方法 利用类似快问快答的辩论方式 探讨经典的内容 帮助厘清真相 变经有时候是在课堂上 有时候就随性的在户外草地 两人一组 站着的人拿念珠急掌发问 坐着的人回答 虽然双方激烈的动作 看起来像是在吵架 但是变经其实是有规则的 回答的一方只能说 是 不是 一定 不一定 除非对方问为什么 才能做进一步的解释 而且不能因为答不出来 就更改讨论的问题 变经的目的不再输赢 而是让人透过这样的训练 能够对经典有更深刻的了解 所以你们每天晚上都有这种活动啊 对 每天晚上 那不像每天晚上都在开辩论赛一样 就是 是不是这样 就是比赛吗 不是吗 因为你听起来就是 很逊的就退下去 然后很厉害的就留着继续变 在低班的时候呢 我们会有烦恼的缘故 所以 变完之后 那 会 闹情绪 也就是说 我不跟你说话 你不跟我说话 会有这种的状况 便一定会有胜负是不是 虽然不是目的 可是还是会有 你觉得不一定会有 可是有偶尔也会有 就你现在问我一个问题 结果我讲了以后 你继续问说 为什么我答不出来 我就输了嘛 是不是对 或者是我问不下去了 然后我就会生气啊 会 我们在早期的时候 一定会的 可是慢慢的 时间久了 大家都习惯的话 就不会了 所以在变场上 你会觉得大家怎么都 脸红脖子粗的 好像很 很 很生气的样子 可是变完之后 大家又是好朋友 这是要靠一种习惯性 所以很不成熟的学生 才会变完以后 去生气这样 对 所以变论完之后 生气代表说 他是刚开始变论 他是初到的学生 你一开始变的时候 常常赢吗 我啊 嗯 为什么会赢不赢 而是 呃 被问倒 也没有 就是说 我再怎么样问 他 他就有 有的答就对了 所以为什么赢不赢吧 他有的答 就表示你就问不倒他 也没有啊 我也是继续问了 那他也继续答 那不是没完没了吗 其实他已经更深入了 啊 也不算是没完没了 是 每天晚上变了 那么多的事情 可以变吗 对啊 所以有时候我们会谈天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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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为什么变经的时候 一定要做一个手 手势 他有一个固定的一个姿势 对 这很重要 因为你谈天的话 你就没有办法做那个姿势出来了 哦 所以老师一看就知道你们在聊天吗 对 所以那个纠察师 他只要在一看的时候 就知道哪一个人在讲话 哪一个人在辩论 哈哈哈哈 所以他 为什么要固定有一个姿势 我想一定有他的用意 那可能这个也是用意之一 当然可能不是主要的原因吧 不会有很多人在打瞌睡吗 不会 在辩论的时候 是绝对不会很打瞌睡的 嗯 你要睡一睡不下 很吵 对很吵 嗯 所以不是为了吵醒对方才拍照 哈哈哈哈哈哈 所以打开睡床是 白天老师讲课的时候 不是 念经的时候 哈哈哈哈 那怎么办 会被打吗 呃 有很多吵划的方式 嗯 以前都上校场 嗯 很可爱 嗯 他就把一个床服再拨他 看谁睡的话就没有睡上去 哈哈 那这很好嘛 就去睡啦 那更不睡不着 因为大家都看得到 哈哈 那 后来有些众商师 他们是说 嗯 谁在念经的时候睡着的话 嗯 他就要起来礼拜 在大宗面前礼拜 拜佛这样 酒茶的时候就在旁边监督到底 大家有没有好好在用功 对 你的学校生活听起来 因为好像没有什么其他的休闲娱乐 哈哈哈哈 是不是 那就是 呃 礼拜天 我们可以去洗衣服 但游戏学生是很穷 他只有一套衣服而已 所以他 当天穿的那一套衣服 就是他就去洗到一边干 哈哈哈哈 像洗线干 嗯 你会完全都就是有穿短裤这样 嗯 他就回来 那我是有两套衣服 所以我是人流的洗 但他都是长这样子 是不是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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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呃 这旁边有一个池塘 嗯 我想有池塘 正方形的 不会说很 很大 是 那我实际上在那边游泳很好玩 呵呵 你会游泳 我会游泳 我就在那边学的 你不是说 學佛人不可以学游泳吗 对啊是不可以啊 可是不可以的事情我卻做了 那你不是不活氣 这是比较幸违一点的吧 还好 所以你同学都不会游泳啊 同学都不会游泳吗 有些同学会 他们之前就会了 有些是会 那我是去那边 因为每一天 不是每一天了 就是每一个礼拜天 我们放假的时候 那喜欢早了 就洗完衣服之后 我就去那个池塘游啊 我是在慢慢慢慢的学会的 打球呢 打球的话 我球一般是不太会打 那我们学校有乒乓球桌 可以打乒乓球 可以 我们学校可以打乒乓球桌 穿这样子打 穿这样的 那有时候会被这个 那个法裙给绊倒 是 有时候会 可是不会穿这样打篮球之类的 踢足球 不会是绝对不会 踢足球篮球那种不可能 为什么 没有场地啊 如果有场地也可以 是不是 这场地的话 可能也不是很好吧 因为这种是比较 激烈的一种活动运动吧 那别人看起来也会觉得乖乖的 穿个裙子这样跑来跑去 激烈的运动是违背 佛家人也无所违背 也没有这么说 但是有讲到比丘不能跑 你们不可以跑 不可以跑 走路稍微慢走 这样就 如果运动 打篮球 就会走就运球 说实在的 也不能笑太大声 你常常笑很大声 我觉得无所谓 自在一点好了 那么又说 你没有 你没有被老师骂过吗 老师也跟我 一样笑很大声 我的经验他们没有 他们的经验我没有 我相信 如同你们好奇我的经验 同样的我也好奇 你们的经验 可是最主要就是要 满足自己现状的状况 这才是最主要的 贾安年轻之所以 很快担任了首席的中文翻译 有一个悲剧性的原因 是因为你的学长 其实本来是在担任中文翻译工作 结果遇害了 那他被杀的时候 是跟你们洛桑校长 一起被杀的 这个被杀 在你的书里描述为说 是因为教派的 雄天的一个关系 立场不同 可是难道没有 其他的政治原因在里面 那没有 绝对没有 所以 西藏佛教有这么激烈的部分 就是 如果现在立场不同 会采取暴力杀害的手段 我想是个人烦恼吧 不是社会风气吧 应该是个人烦恼的问题 因为他们 信教信的 可能有一点过分 嗯 我觉得 这个信教的理念 我想 大家 我想他们应该要把持住 嗯 我们为什么要信教 为了快乐的信教 那什么呢 什么才能让我们真正快乐的呢 这些的道理 如果你了解到的话 你就不会想要去杀人了吧 嗯 为什么今天他们做出这种手段 真的很 很难令人理解 真的是很难令人理解 群众对你的感到兴趣 台湾开始把你的故事 登在报纸上 还有出书啊 以及邀请你上电视 主持节目这些事情 对你来讲 呃 是好事情吗 对我私人来讲的话 不是好事情 嗯 因为让我不自在 嗯 尤其是拍 因为要配合一些节目的关系 嗯 你不需要拍 拍一些动作 嗯 要走路啊之类的 如果不对的话 要再重走一次 我好讨厌 好讨厌这种 嗯 但是没办法啊 可是如果你在 你在绕塔或什么 别人在旁边拍 不要告诉你 那就没关系了 这无所谓 这还好 嗯 叫你表演你就不行 对对对 叫我要裝出那个样子 叫我要怎么看 叫我要笑 或者说那话 真的不行 呵呵呵 那我很討厭那一種生活 可是你書裡面講說 你一回台灣剛開始感覺到 群眾對你的稱讚的時候 你興奮到晚上睡不著 會啊當然 這個跟剛剛拍的又不一樣了 你懂的是什麼 對會興奮的睡不著 這確實是著 可是問題 當我們察覺到 這是一種煩惱的時候就不好 你認為出名是一種煩惱 出名不是一種煩惱 出名之後傲慢性 你真的很厲害哦 你真的很不錯哦 你很強哦 這是一種煩惱 你翻譯完以後 很多人這樣對你講是不是 很多人讚嘆我 這導致真的 我們以佛學角度來講的話 隨喜自己的功德是正確的 這不叫做煩惱 你要練習到自己的好處 所以你必須要加強這個好處 這叫做隨喜 這可以 可是一直想說自己好哦 自己很有學問哦 自己很能幹哦 這的話就好像不行了 要對自己自信心沒有錯 可是不能給自己傲慢性 因為傲慢性很容易就是低視別人 嗯 欺視別人 那這樣後就不好 傲慢性決定出家的年齡非常的早 他也很早就實踐了這個想法 然後他在書裡面有提到說 他並不是很贊成人不輕狂往少年這句話 因為如果少年時候就覺得輕狂是天經地義的事情 那可能走錯一個方向 人生要耗費到非常長一段時間是不能夠回頭的 別人一定也會倒過來覺得說你那麼小就決定出家 而且就真的跑去印度出家了 那 人家 在旁邊看也覺得 傲良年輕可能錯過了很多 哈哈哈哈 他可以享受到人生的部分沒有享受到 包括比方說 談戀愛這件事情 很多人談戀愛才出家 大家就覺得說好像比較 比較 我保證一點 那你連這個的任意都沒有 你 你這樣一直下去 你都不認為有一天你會覺得說 你畢竟是錯過了一些東西嗎 好奇會有 確實是 確實是如此 可是 最主要就是我剛剛所說的那句話 嗯 我的經驗他們沒有 他們的經驗我沒有 是 我相信 如同你們好奇我的經驗 同樣的我也好奇 是你們的經驗 是 可是最主要就是要留意到 滿足自己現有的狀況 嗯 這才是最主要的 如果你今天想要當那個角色 後天想要當那個角色 最後的靈體角色都當不上 滿足自己現有的狀況 這是很重要的一點吧 我覺得我很滿足 嗯 我滿足我現有的狀況 不想成為 呃 跟佛在傳播上面 關鍵的人物嗎 我覺得成為和不成為這是其次 嗯 最主要是說 如果我成為的話 我希望我能成為一個有用的人 是 我甚至於還 在佛像面前呈現了這樣子 祈禱 如果我今天的有名變成一個無用的人 如果幫打喇嘛翻譯 是以煩惱心去翻譯的話 希望我不要當他們翻譯 希望我成為無用的人 不要有名 因為這是一種損害 打喇嘛那麼親近的法變成 透過我的這個骯髒的手 變成一個很汙染的東西 這是一個很不好的現象 那未來的我 現在我沒有辦法決定說 未來的我會變成什麼樣子 可是我慢慢來祈求 如果真的變成沒有用的人的話 希望我不要變有 我不會再讓你 我可以 現在 我 我 不 我 可以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